萧泽这个人可真是计吃不计打 太子果然要动沈少卿的弟弟了吗 这样说来燕小侯爷可真是聪明极了 早早就有拉沈少卿弟弟做顽固 给保护起来的打算 可不是吗 燕青真是聪明极了 萧泽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算计燕青 他本来是个顽固 且还是个有原则的顽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什么也不理的 萧泽敢算计他 真是活该被他这样插一脚报仇 他小看谁也不敢小看燕小侯爷 给沈一安传句话 让他先撑着几日 过几日我与燕青回京 他在我们回京之后 将他弟弟送去给燕青做顽固吧 沈少卿别舍不得 他不会的 对沈一安来说 他弟弟的命更重要 当日夜 灵化的消息递进了神府 哥哥 怎么还没睡 白天睡多了 睡不着 平安 你想 你想去做顽固吗 数日前在跪侠楼看杂耍 你说燕小侯爷问你要不要做顽固 且列举了许多做顽固的好处 你回来与哥哥说过后 哥哥想了几日 觉得燕小侯爷说的 也不无道理 爹娘去得早 你自小体弱多病 弱不禁风的 哥哥因此对你保护太过了 的确缺乏锻炼 总怕你有个闪失 以至于你吃多少药 依旧身子骨弱 哥哥总不能让你这样过一辈子吧 你自己每日 总是待在屋子里 既闷又不开心 长久以来 身子骨没有半点气色 倒不如走出去 多锻炼 心情好了 也许渐渐的 病弱之症就好了 哥哥 真的让我去做顽固吗 真的 我可以出去跟燕小侯爷 他们一起玩 可以喝酒下赌注 听曲子 嗯 还有骑马 你的身体如今去做顽固 也只能溜溜大街 以后你身体好了 这些自然都可以做 只要能出府玩 也是好的 过两日燕小侯爷回街 你呢 就去端进侯府 每日与燕小侯爷一起 你要听小侯爷的话 哥哥 燕小侯爷让我跟他一起做顽固 这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 嗯 太子得罪了燕小侯爷 燕小侯爷便让你做顽固 算是报太子算计他的仇 那与哥哥有关吗 嗯 有关 太子盯上了哥哥 而你是哥哥的软肋 燕小侯爷让你做顽固 是保护你 也算是让哥哥没了软肋 这样一来 太子就奈何不了哥哥了 会气得跳脚 燕小侯爷就开心了 哥哥会有危险吗 不会 只要你好好的 哥哥就不会 嗯 哥哥放心 我会乖乖跟着燕小侯爷 听他的话的 燕小侯爷是个很好相处的人 他如今呢 是林姑娘的未婚夫 中秋后他们二人大婚 他就算看在林姑娘的面子上 也会对你多加照顾的 哥哥 你 你是不是喜欢林姐姐 怎么会这么想 哥哥是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 但是这三年来 因为我麻烦了林姐姐好多回 也没见哥哥见外 不喜欢 林姐姐这么好 哥哥为什么会不喜欢 不敢喜欢 为什么 不是不喜欢 是不敢喜欢 哥哥 是不是因为我 若不是因为我拖累了哥哥 哥哥就可以勇敢地追求林姐姐了 跟你没关系 哥哥别哄我 没有哄你 哥哥呢 在三年前第一次见林姑娘时 便知道 这个是我不能喜欢的姑娘 为什么呢 因为哥哥眉长了一张 让她一见清新的脸 林花一直想与燕青 在海棠花雨下漫步 于是这一日清早 拽了燕青逛山 七云山 漫山遍野的海棠一珠珠 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 都美极了 你让四海书局给成初出的诗集 到如今赚了多少银两 几百万两吧 我也不太清楚 你赚这么多钱做什么 也花不完呢 用钱的地方多了 比如呢 比如 江南曹运三年前到我手里时 是一个天坑 我短短一年给天平 其实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动用了 我外祖父和我娘 留给我的银钱 以及林家自己的银钱 填补了江南曹运的天坑 才能够让陛下信服我 有能力掌管江南曹运 成绩打朝城门的脸 让他们别再叽叽歪歪地 闭了嘴 为了江南曹运 我几乎扔进去数千万 掏空了我十之八九的家底 你也真敢 敢呢 为什么不敢 那时候我没选择 想要将林家快速立起来 只有这一个法子 否则我一个柔弱女儿家 手里有几座金山 若没有陛下这个强大的靠山 我也守不住 花不动 只有靠着陛下下重柱 倾家荡产做赌局 让林家立起来 没人敢动 我才有守得住的资格 也才能有命花这些钱 所以 你如今回本了吗 说实话 还没有 所以呢 我跟陛下提前说好 江南曹运 我掌管五年 我用五年的时间回本 然后 也用五年 把江南曹运这个坑 彻底填平 如今已经过了三年 还有两年 陛下知道吗 陛下呀 是个民主 你说他知道吗 除了江南曹运还有呢 你的钱 还花在哪 还有好多地方的 养外祖父留给我的人 有很大一批人 都老了 需要我给他们养老 还有外祖父 是个慈善的人 有上百个收容所 养了一批 无家可归的孩子 也留给了我来养 还有跟在我身边 如今正得用的人 比如云落啊 琉璃啊 旺书啊 河风啊 细雨啊 都很费钱的 他们衣食住行 与我几乎同等 很烧银子的 除了他们 下面的人 我都数不过来 每日的花销 也是不计其数的 还有呢 还有 我与太子作对 每年用在打点收买人 以及受伤了用药 等等耗损上的银钱 也是不计其数 是这些吗 自然还有 各项花费 数都数不过来 很多事情看着很小 不值一提 但卖不住 细水长流 每日都在花 长久以来 就是一笔大账了 比如 萧枕 他自然不会说 怎么没有看到 有人来花银子赏花 开放的不是这一片山 外人进不来这里的 你到底还要在这片山上 赚多久 我走不动了 也没走多久吧 顶多就一里地 才转了小半个山 反正我就是走不动了 不想走了 好 那就不走了 咱们回去 回去不也得走路吗 那歇一会儿 这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有什么好歇的 那我背你回去 你能背得动我 不能 所以啦 你为什么非要拉着 我跟你一起走这片山呢 而且还不带着云落端阳 若是带着他们两个 也能背我 你不觉得 咱们两个在海棠花雨下 漫步很浪漫吗 燕青看神经病一样地 看着他 啊 浪漫 浪漫是个什么东西 铃花扭开脸 忽然不想搭理他 他的设想本来是与他一起 在海棠花雨下 谈风谈月 谈天说地 谈情说爱 你浓我浓 甜言蜜语 可是设想只是设想 现实与设想完全沾不上边 这一路上 这些都没有不说 他问他 赚这么多钱做什么 钱都花在哪里了 且还一问再问 问得他差点掖住 他不觉得 燕青是没事问这个 生怕哪里一个回答不好 就踩了他扑的地雷 你这是什么表情 浪漫 就是谈情说爱 你不会的话 多看点画本子行不行 你觉得 我需要谈情说爱 铃花转身就走 那你就在这里待着吧 我不管你了 不跟他谈情说爱的人 不配他管 铃花在燕青面前 很少发脾气 曾经在端进侯府 燕青养伤期间 他发过一次 收拾其衣裳就走 连饭也不吃了 他以为他真走了 但后来 很快又折了回来 到底是吃了饭才走的 再就是这一回 燕青靠着树干 懒洋洋地站着 看着灵花后脑勺 似乎都冒着被他 快气死了的烟 穿过一株株海棠花的树干 纤细的身影 很快就走没了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